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哈利族房东他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然后还会经常带我走街串巷 然后去各个村寨去体验哈利族的一个文化 期间我也遇到了一些吐司 巫婆这样子有趣的人物 然后跟他们学习了许多哈利族的祭祀文化 以及民族节日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地感受到了 民族文化的一个灿烂和实是有趣的这么一个事物 然后我就把我对民族文化以及水稻的 一个裁缝过程中的一个认识 然后把它花成了这本书 其实在裁缝过程中 我渐渐感受到其实水稻它不仅仅是人的一个努力的一个产物 它是天地人相互结合 然后最终的一个产物 所以像在如果悉心的观众 读者 如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 里面有很多的人物 各种各样的人物 以及不定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本书里面它是其实没有主角的 人和天地都是主角 没有人的耕耘 天地它不会生出水稻 但是没有天地的帮忙 人的努力也是不能结出果实的 所以我把这种理解花在了这本书里面 希望读者们能感受到我的这个想法和我的这个理念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和理念 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理念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像这些都是哈尼族祭祀的一个小活动 然后每到十月年的 龙台头的一个节日 他们村里的老二 就是成年人会架这种木秋仙 然后供小孩们玩耍 然后其实就是祈愿 当来今年好收成 当走天灾人祸 也算是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一个祈愿 然后最后再经过了一年 非常就非常艰苦的一个 打劳作之后呢 然后大家一起共享 劳动生 就劳动丰收的一个果实 我相信只有在经历过勤奋努力的 的耕耘的过程 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最后 收获的一个喜悦 就希望这本书 能带给大家这种 积极向上的一个文化氛围 以及感受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一个魅力 最后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新闻 出版主社的领导和编辑 让这本书能这么完美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